就这玩意儿,赔了我将近2000块钱 风力发电机,开箱 安装指南,用户手册 6只风叶 风叶轮毂,金属的 整流罩,塑料的 防水型,风力发电机,控制器 电池电压12V 24V,自动识别 额定功率600W,防护等级IP67 接线示意图 首先黑色,红色,接电瓶 三条绿色,接风力发电机 也就是风力发电机的三条向线 可以推端出里面有6只 大功率,二级管,交流,变直流 大概的电路图 刹车,充电,电源 三颗LED,指示灯 风机主机,金属的 主轴上有抗松螺母 底部三条向线输出 还有连接底座的法兰盘 可以随风转动 额定功率500W,电压 12V,法兰盘底座 螺丝包,接下来组装 风叶安装完成 最后安装罩子 咱们去买个柱子 废铁堆里找一找 选择两根管,能套一块 多嫌疑 124,行 我准备装到大门右面 我炸不娘的两棵果树这里 左边是一棵梨子树 右边的一棵也是梨子树 这个电线的高度呢 大概6米 那么我们风车也做6米 炸不娘的墨 炸不娘的餐 炸不娘的四卦 喉把羊肉费分开 奸燃 大至今 耗时一个多月 终于立起来了 6米长的杆子 然后三根拉筋 拉到了仓房 树 还有我家的路灯 非常的稳 现在就等风了 这家伙害羞啊 还转过去了 再去买一块电瓶 多少钱 600 行 来一个 骆驼电瓶 105 大概能存一度电 装上电瓶装 接上风力发电机 接下来就是等风了 昨晚的风速天气预报说每秒8米 现在一共工作了14小时 这个发电功率不一定 最高我看会达到50多瓦 现在发出了172瓦时电量 1000瓦时是一度电 现在发电14小时 刚发出了0.17度电 发电量也不行呀 和厂家技术沟通以后呢 安装没有问题 技术说风速不够 我又买了一个风速剂 等来了大风以后呢 测得风速每秒10米左右 根据风速表呢 已经达到了6级强风 最后累计发电时间26小时 累计发电量227瓦时 也就是0.23度电 折合人民币一毛一分钱 风速和发电量呢 达不到厂家宣传的发电量表格 垃圾中的战斗机 白瞎了我这个大电瓶 逆变气也白准备了 电闸也白准备了 因为安装测试呢 超过了两月 厂家不给退货了 大家送我几个赞 咱们把风机拆解了得了 很多时间经计发到 打开我 后来回站好 我们判断后 眼睛来回站好